就只有我跟攝影師是男生 然後後面全部都是穿著泳衣的女生 我是人生第一次 他說他是美國的互選 哇~~ 他說我喜歡水 怎麼那麼厲害 這個 這攝影師很屌 你真的就是我 好的 今天呢 我們來到日本 澀谷這邊 我們要帶你去開箱的地方 很厲害的地方 攝影師前想推薦 因為他就在澀谷 他說現在這個咖啡廳很有 就是因為他有泳汁 這個地方是 穿泳衣才能進去的地方 對對對 他只能穿泳衣 欸這給我穿嗎 欸這給我穿嗎 我真的假的 我已經穿了耶 給大家看一下 對了 厲害的點是 他是最近好像才開門 冬天沒有開就對了 對 聽說就是只有夏天有開 厲害的點是裡面的人都是在穿泳衣 對 就是規定一定要泳衣才可以進去 所以今天就是帶大家開箱一下 算是一個新景點 好興奮喔 我覺得來日本蠻特別的 就是可以開箱這種地方 對啊 所以就是來拍一下 真的 而且台灣沒有這種咖啡廳 那我們就上去 然後我們進來這裡就是很像一般的 咖啡廳 所以一般人會找不到要這麼走 從這裡 要搭電梯上去 對 到十八樓 到頂樓 感謝我們的千祥 千祥 這是誰 他是我們的地頭蛇 對 日本那個專拍女優的 這個攝影師 你獎像有拍過誰 我拍過很多耶 公司蘿拉也有 然後很有名的女優 前幾名的我都拍過 然後千幾年還去拍那個 身上優雅的 身上優雅 對 很厲害 我不能說太多 會被打 超多穿泳裝的女生 好可愛喔 想看人家穿泳裝 一定要來這裡 欸我們現在一進來就直接看到 這個 一大美 很扯耶 這個地方太夢幻了吧 而且男生一個 這是 這是沒付錢可以看的東西嗎 這很像我們小時候打的 好嘞 後面太急 喔 啾 來幫我打一下 啾 哇 有一種被處罰的感覺 然後現在還有人在外面拍照 好丟 然後他會給 毛巾 喔他等一下可以換飲料 然後可以換飲料 兩杯飲料 對 然後他們票是6600塊 所以有三個小時 所以我們從兩點到 六 呃 四點三十分 他開門要感應這個 對 感應這個就可以開門啦 拖鞋 好的 然後我們進來 大家看一下這些鞋子 這樣吧 都是女的 然後就周圍的 是布鞋 不幸福了嗎 對 然後聽 先想說這個地方 平常男生是不能進來 對 一定要女生來我們才能來 天脫圓圓的圓 謝謝你帶我們來 欸你們很誇張耶 眼睛吃冰淇淋 我自己也超興奮的 好多都是日本類型 那你現在到底幹嘛 我這個啊看來都是空的 給大家看一下男生的更衣室 大概是長這樣 其實還蠻乾淨的 然後我現在換上了一個 泳褲 所以應該男生也要穿泳褲進去 就是我第一次到的頻道 公開我穿泳褲衣 好的 然後裡面呢 洗澡的地方 這裡還蠻乾淨 然後蠻有質感的 然後外面還蠻漂亮的 帶大家去看 這個很隨便吃耶 對 你要吃嗎 然後我們現在呢 要用這個券 然後等一下要換飲料 飲料 然後它的飲料很可愛 它是用一整顆鳳梨 等一下要期待一下 那是海島國家 對 網美照時間 現在很尷尬的點是 這個泳池 就只有我跟攝影師是男生 然後後面全部都是 穿著泳衣的女生 我是人生第一次 因為我連去海邊都 怕女生穿泳衣都蠻少 現在就是很多人在穿 嗨 很難很開心 這我覺得很屌 就是原來在泳池 就只有我跟千翔兩個人是男生 因為一般男生應該不會想來 好美的咖啡 可是很屌耶 就是這邊是真的是 只有女生 對啊 而且好可愛的 日本女生都好可愛 可愛 沒有意思 這邊景超美的 不是說這裡的景 是這裡的 也不是這裡的 說後面的景 超美的 所以拍照有很多道具 可以拍 然後這邊陽光很美 鏡也很美 然後它的尺 其實不會很深 就大概在男生的膝蓋 鳳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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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你先喝一口看看 好喝嗎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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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每個時段都有控管 像我們就是來三個小時 然後就可以換飲料 然後它又有酒精的 欸對重點是這邊可以晚上來 因為它這邊晚上會有另外的氣氛 對 因為它這邊會有震光 對晚上會有霧陽 然後也會有震光 然後我們比較陽光 所以比較下午來 下午來很健康 拍照比較好看 然後我發現 你好像要做一個挑戰 什麼挑戰 現在要去找一個日本的女生 跟他們一起喝酒 因為我發現他們都蠻可愛的 就很日氣 交付給你這個任務 就是替觀眾謀福利 真的假的 他們會跟我拍嗎 不曉得 所以才是給你考慮 有一個白色跟黑白 你剛剛有看到嗎 在後面 這有白色 這短烤 對 這個日本妹嗎 對 對 對 他是要找日本女生的喝酒 他就是日本女生啊 我幫他 成功了是嗎 這個 這個攝影師很屌 一起逆上 哇 哇 這太幸福了吧 Oh my god 耶 成功了 成功了 新的 他說他跟美國的混血 好 一起 OK 好的 我們已經結束了 開箱完 你覺得怎麼樣 覺得 就那邊就是男生很甜的 因為我看你一直在笑 會不會我這支部影片一發出去 然後那邊變成說 有可能台灣男生會去 但是要預言喔大家 就是男生沒辦法單獨去 但是找女生可能 一定要有女生陪同 那邊的價錢是 六千六百塊 對一個人 台灣大概是 一千五百 但是可以換飲料 所以我覺得這價格 以女生來說應該算是還可以 我覺得是超級有值的 但是男生就是見仁見智 男生一定會覺得很好啊 因為那個裡面已經 全部都女生了 大家都穿苦 沒有我是怕說 我這部影片一發出去 就變 所有人都變男生 然後就變成 他們壞錢 然後去看所有人 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日本女生 他們都會在很早之前 就預約好 好的點是因為 聽說日本的泳池 相對比較少一點 對 而且在東京市區裡面 你的泳池真的 算是比較少 就是你一定要去飯店 高級的 或是旅館 要花很多錢才會有泳池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來東京很熱 想要去泳池 我覺得在這邊 TOKYO HARD 對不對 想要在TOKYO HARD裡面 什麼意思 就是比較熱的時候 就可以去泳池 不要去泳池 大部分女生想要拍泳池 那邊也是很好的點 因為可以拍到那個試鏡 超棒的 然後那些燈光又很好 而且重點是水滿乾淨 很乾淨 然後又可以 就可以洗澡 剛剛這部影片有一個 比較不好的點 是因為我有一些片段 被你拍到不見得來 就是他最後一段 有去跟那個 歐美的 辣妹拍影片 因為他跟我說 手機在哪 你直接哪 你剛好會幫我拍 我就直接拍 我沒有按開始 所以請大家以後不要找到這裡 然後剛剛有一個人 生日 我跟他講生日快樂 然後他也沒有幫我按 錄到 我發現這太緊張了 然後牽起 然後牽起 我下次不會了 這太扯了 我第一次遇到你 再給我錢就好 給你多少錢 三寸 反正今天這部影片就是 大家要請你點讚 然後留言 要留言什麼 好想去 留言好想去 抽出一個你就可以去 對 但是你就自己去 對你要自己去 自己不簽 抽出一個 讓千翔帶你去 他今天多了一個VIP 可以無子進去拍照 然後今天要把影片分享 是不是 就是我們IG 還有我的年歷 已經上市了 然後現在熱賣中 大家 可以趕快去訂購 尖端的網站上 對 就是我最近去破百萬 所以裡面有滿滿的福利 而且是千翔拍的 所以希望 這部影片也可以破百萬 可以可以 好大家趕快去訂購喔 而且裡面尺度 是旅遊人 有比間尺度還大 千翔說一下 有 會流鼻血的 想要流鼻血的可以買 對 只要不想流的話 不想流的就不要買 因為那個真的會爆 而且會爆掉 掰掰